那就全部人都上去打嘛 你第一把招都全部繳完了之後 然後突然全部實況過 那個開戰就不好了 好嗎 好嗎 如果你從上隊伍來講的話 現在隊伍的 大概是雙核心甚至三核心 那其實在隊伍的核心上 我想外卡隊已經滿清楚 包含仙佑 包含花領 包含小姨 甚至露瑤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表現點 那當選擇了這一些的之後呢 我覺得就開始是磨合的一個狀態 只要磨合的順利的話 我想外卡隊在這次的AWC 會有相當不錯的表現 一開始 剛組在一起的時候 大家都不熟 所以我們都配合對方 那配合對方 就是每個人都想要配合對方 就會很奇怪 對到最後 有一點小爭執之後 我們就現在走得更順 就是把自己大家的打法講清楚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在一次的練習當中 那時候我們是原本要 那說好是入侵敵方籃區 可能是我沒有說很清楚 那一說籃區籃區 結果我們都走不同的方向 我自己是走敵方籃區 然後我們另外兩個隊友 是走自己家的籃區 就是分開走的那種概念 我覺得有一件事 是我們一開始剛開始團練 剛開始團練 然後我玩贊尼爾 對那我們就 一開始進來都很想要配合隊友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隊伍有朗博 所以他們下面在開戰的時候 他們就喊朗博 大朗博 大朗博 然後我那時候聽到就 大朗博 我就直接飛過去 結果我贊尼爾就開大飛過去 結果他是滿血 然後我就被隊友噴了 我覺得麥姬特別好相處 我跟他 他 但是這是 官方說詞 沒有啦 他聽到了啦 我覺得他 他滿沉穩的 然後他也有去 他思考 思維跟我們 其他人的想法不太一樣 感覺 他很能吸收 我覺得 他是很難聽的 對 好相處的 不要講難相處啦 我幫你找了一個好相處的 可以嗎 比賽不要亂鬆 沒有啦 因為我只想講一開始 你 反正我們就是 他就覺得說 我們害死他 他不幫他 他不幫我 對啊 以後我比賽不幫你 你說 Gank啦 不要 你是怎樣 你夢男 你最帥了 對對對 我還是不喜歡你這樣慘媚 你還是 慘媚是怎樣 鱷魚慘媚 對 好啦 你很背 話緒已經過了 啊話緒 有時候其實我是被很多人Gank 有時候其實我是被很多人Gank 對 然後現在又說 送夠了沒 路牙不要再送了 對我就 畢竟真的時間比較短 那 每個隊伍的打法不太一樣 好 那 魔盒上真的需要一些時間 像花靈其實大家本來就知道他是一個 自主意識比較強愛把妹的選手 那 可是在這次的外卡隊中你會覺得說 欸其實他 不是想像中的這樣子喔 他雖然還是愛把妹 可是他實際上 其實在我們整個的磨合裡面 溝通裡面其實是很順暢的 對 當然不同的選手 會有不同的狀態 不同的表現 那看到花靈跟仙佑 看到路遙 看到恩天 其實都會看到其實 一些不同的隊伍帶出來不同風格的一個狀態 那我當然在學習著怎麼樣 就這樣的一個 呃 隊伍在短時間的 時間裡面 讓他們可以磨合到最好 所以這也是一個我覺得對我來說蠻大的課題 那當然對他們也是啊 那所以這次的經驗 嗯 我覺得只要能有 有榮幸可以 無論是我也好 或是他們 可以進到這個外卡隊 我想對大家的幫助一定很大 那 這次除了會好名次之外 我想下一季的巨蟹S也會非常非常的精彩 我真的沒有嘗試喔 什麼都教 我就是要不要 解釋一下 我會小心 沒想到 爬派 你 看你的 小聲 那